在绿色节能环保观念日益普及的今天 电动汽车成为很多人新的选择 而且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但是很多人也对电动汽车的安全隐患存有很大疑虑 毕竟它还处在完善发展阶段 电池的续航里程 安全性等各个方面是否过关 还有待时间的验证 特斯拉作为电动车中的佼佼者 成为很多追求新能源汽车车主的新选择 但当维修工拆开特斯拉电池 维修工都看猛了 7000多节5号电池出现在眼前 没想到能有那么节电池 原来这些5号电池 并不是像他们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而是松下品牌的一种型号为18650的电池 特斯拉之所以选择这种电池作为驱动力 主要是由于它密度较大 能够延长车辆的续航里程 毕竟对于电动汽车来讲 在充电桩还没有十分普及的情况下 骑驱航能力是很重要的 也是购买电动车的车主十分关注的问题 但是这种18650电池 在具备储存电量大的优势同时 也存在很大的异端 7000多节5号电池 被密集的排布在一个电池盒中 难怪连维修工都看猛了 可能是没想到能有那么节电池吧 虽然数量众多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影响较大 如果其中一节出现问题 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电池问题 同时大量电池聚集在一起 热量过高的情况下 可能会引起自然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此看来 比喻色能源标榜的特斯拉电动车 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端 也没有较高的安全保障 在选购时还是要慎重考虑 但电动车作为汽车行业 发展的一个趋势 还是有目共睹 相信在今后不断的设计 优化和发展过程中 会变得更加完善 电池问题也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实现绿色与安全的双保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